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为这是一个窗户 他立刻把它带给他的老板 这是一位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顶级科学家 于是他们进行了测试 把它放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 关掉灯 它开始发光 天呐 这可不是窗户 这大约二十多年后的事了 这个玻璃是什么颜色的 它像亚克力玻璃 它是一个矩形的 他们称之为CRO水晶 像一种结晶物质 他们称它为CRO 晶体矩形物体 然后他们开始对这个进行实验 试图搞清楚这是什么 他们用不同类型的光照射它 但无论怎样 当他们关掉灯时 总是有光在发出 他们无法相信里面有任何类型的电池 如果这个东西是在25年前坠毁的外星飞船上 那么它怎么可能还有能量呢 所以他们开始深入研究 并邀请了更多的专家来研究这个东西 他们发现这是一种能量设备 因为当他们对它施加需求时 它几乎可以给任何东西供电 他们从小的灯泡 以安培的灯泡开始 一直往上增加 然后他们在这个设施里搭建了一个光平台 结果发现可以给这个光平台供电 但他们搞不明白这个东西是如何提供电力的 最后他们把它放在了显微镜下 结果发现里面有小东西在移动 然后他们确定里面的一些小洞就像真空吸尘器 因此他们想 这就是在一本一的外星飞船内部的能量设备 于是他们开始对其进行实验 发现这是一种零点能量或真空能量 他们称之为粒子真空增强能量设备 PVED 在一些文献中 他们推测这种能量装置可能存在 你会看到他可能以PVED的形式出现 或者作为一个单词出现 但当然这是高度机密的 全球有许多科学家在研究这一点 试图理解他 试图复制他 试图逆向工程他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成功 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是否完全理解他 我知道像哈勒普托弗博士这样的顶级科学家曾在此工作 还有很多其他科学家 他们知道它的作用 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无法搞清楚里面是什么 他们害怕破坏它 他们再一侧消了一点 然后试图分析 结果是未知的物质 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 似乎在从时间和空间的真空中抽取能量 无限的能量 完全正确 没错没错 他们就是这样解释的 但是如何实现这一点 如何逆向工程或复制它 对我们来说 仍然是未知的 你知道他们消下来的那一块 是否也有收集能量的能力吗 逢自的事 确实如此 他们把那块放在一个小容器里 再次关掉灯 等它回来的时候 它也在发光 因此 那小块也能够释放能量 无论它是否真的能够产生或供电 但它仍然能够释放出自身的能量 那么它除了发光外 还有其他不寻常的特性吗 当然 还有无限的免费能量 它释放出不同的频率 而且保持恒定的温度 不会因为对它施加的需求而变化 因此 他们推测这肯定是某种外部能言 起初他们认为 这可能是由外星飞船本身控制的 不过 这个设备已经远离了外星飞船 还记得 飞船位于内华达州沙漠的51区 而能量装置则在洛斯阿拉莫斯 所以他们想 可能是飞船在控制它 即使它们相距几百英里 也是他们将这个设备 带到一个偏远的地下设施中 在那里隔离测试 确保没有任何波能进入它 结果显示 这个设备依然像在地面上一样工作 因此 他们得出结论 控制它的并不是飞船 而是它自身控制着自己 但它从外部空间获取能量 所以飞船现在在51区 它仍然嗡嗡作响 无论是不是在地下 现在 据我们所知 正常频率不能渗透到这里 对吧 没错 它在地下 并被地球屏蔽了 所以他们确信没有任何电波或其他能量 能够传到它那里 随后 他们又把这个设备带到了51区 放在飞船附近 当他们这样做时 飞船内部的各类东西都开始发亮 并启动起来 几乎类似于电影《独立日》里外星飞船来到地球时 那个地下的飞船开始运转一样 这个飞船展现出了之前从未有过的特性 另一个问题是 如果能量设备还在洛斯阿拉莫斯 51区的飞船怎么还能嗡嗡作响 在他们把设备带来之前 他们打开了其中一个容器 我说过它在下面 他们发现了另一个能量装置 位于飞船的地板下面 是的 他们终于把其中一个箱子打开了 里面有一个以那个水晶矩形物体一模一样的能量装置 原来在飞船里有两个能量装置 也许一个主要一个备份 具体原因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有两个 那么当对水晶施加能量需求时 会发生什么 它会满足需求 无论需求是什么 它都能提供动力 你知道全球是否有任何地方复制了这种技术 我认为有 我认为某家公司已经开发出了一个粗糙的版本 但政府正在掌控该专利 所以电网不会因为我们突然开始制造这些设备 并卖给家庭而破产 你能想象如果人们可以买到这样的设备 在家里安装上 并为所有东西供电 而不需要从当地电力公司购买电力吗 是的 我每天都在想 我也是 希望它能很快成为现实 还有哪些你可以谈到的被回收的技术 有一种系统 他们发现后进行了一些开发 现在可能非常敏感 后来被用作武器系统 是像标亮干涉技术吗 正是如此 你懂的 能量光束武器 对 能量光束武器 它是一种高强度的激光形式 我们可以这样形容 如果要与某种东西进行比较的话 它是一种高强度激光 但它是一种能量光束 能造成非常非常大的破坏 这种武器的频谱 它能影响的区域范围如何 这种能量光束武器可以调整吗 据我所知 它是可以调整的 具体的范围我不太清楚 我们刚刚谈论的是1947年 与伊本有关的坠机事件 那么在1945到1947年期间 还有其他坠机事件吗 关于1945年我不太清楚 但我知道在50年代初的金曼坠机事件 那也是另一种外星种族 而关于我一区的讽刺之处是 我们有来自不同外星种族的飞船 因此我们有不同的技术需要理解 对我们的科学家来说 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艘一本飞船 它的外壳会造成一种扭曲或空洞 另一艘飞船则更加复杂 它有类似反物质舱的东西 这些舱会发生爆炸 他们曾经尝试操作它 结果研发了一次大爆炸和火灾 我不确定确切的经过 因此这些技术各不相同 飞船内部的构造也不同 驾驶方式也不同 这些技术之间截然不同 据我所知 一本飞船和五一区的另外两艘飞船之间 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它们完全是不同的技术 来自截然不同的地方 科学家们必须坐下来 说等一下 我们要专门为一本飞船 分配一支特定的团队 比如Alpha小组和Bravo小组 而对于其他飞船 则派遣Delta和Tango小组进行研究 因为它们的技术差异太大 这些其他的飞船 它们来自哪里 我不清楚它们的来源 我只知道我们在五十一区和S4社失中 回收了另外两艘飞船 但我不知道它们具体来自哪个外星种族 我认为其中一艘可能是由塔兰塔罗人驾驶的 但我无法确定 事实上我没有得到所有的简报 我只知道一本飞船是由一本人驾驶的 它们来自瑟珀尔 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样 至于另外两艘飞船 我只知道飞船本身 我看到了这些飞船 其中一艘甚至我看见它飞行过 飞行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操控 我相信那就是拉扎尔曾经研究的那一艘 非常容易操控 但我们始终无法理解它的技术 我们的科学家坐在那里 拉动这里的一个杠杆 拨弄那里一个仪表 最终发现如果我们拉动这个杆子 飞船就会朝某个方向飞行 我有点夸张了 但它们最终还是弄明白了它的飞行方式 这种飞船的飞行方式 与其他飞船完全不同 飞行时仿佛是它允许你操控它 同时也像是它在操控你 完全正确 这正是我想说的 它似乎有自己的思维系统 事实上 科学家们认为 它有自己的脑系统和思维系统 并不是你在驾驶它 而是它让你以为你在驾驶它 但实际上是它自己在飞行 因为它能预判飞行员的动作 而飞行员是空军飞行员 它能预判飞行员的想法 那这艘飞船外观如何 你能分享一下它的外部和内部构造吗 外观是典型的叠型飞船 顶部有个小凸起 类似1951年 麦克明维尔不明飞行物事件中拍到的那种 顶部有一个小球状物 它比我们拥有的另外两艘飞船要大得多 多大 大约18米宽 24米长 确实非常大 我想如果它真的是有塔兰塔罗人或者四族类驾驶的 它们个头非常大 或许像螳螂一样的外星人 那么它们确实需要一个更大的飞船来容纳自己 至于飞船内部 我只看过一张图片 是从进入飞船的坡道上拍的 所以我不能详细描述它的内部构造 我只看过那条坡道 在你的工作中 有没有听说过科学家或者同事进入飞船内部时 惊讶地发现内部空间比外部看起来大得多 有过 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位科学家经历了这种现象 他写了一篇论文 我没看过那篇论文 但有一百多夜后 详细描述了他进入这艘飞船时的经历 那是第二艘飞船 它的内部看起来比外部大的多 而为什么这种空间扭曲现象会发生 为什么从内部看空间的大小会有差异 科学家在那篇论文中进行了详细说明 还有其他任何已被回收的技术可以分享给我们 并且可能已经被逆向工程的 在一本飞船的内部还有一些其他设备或部件 几年后被回收并尝试作为一种通讯设备来使用 卡体积很小 几乎和早期的翻盖手机差不多大小 1947年的聪明科学家们看到他后 猜测他可能是某种通讯设备 但当时无法操作它 既没有拨号方式也没有操作界面 所以他们像其他东西一样把它放在了架子上 几年后他们开始重新研究它 有X光扫描放到显微镜下观察 发现它确实是一种通讯设备 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曾用它进行通讯 但他们确实确认它是通讯设备 不知道它是用于长距离通讯还是短距离通讯 但它的确是一种通讯设备 这是我唯一知道的其他技术 现在我们知道翻盖手机是从哪里来的了 我真心认为你说的对 因为当我亲自和科索尔上校交谈时 他告诉我 书中提到的技术只是一部分 他没有提到的还有很多 其中一些是电子技术 还有一些是细胞技术 有没有任何外星科技商业化 是的 很多 根据科索尔上校的书 如果你相信书中的内容 很多电子组件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 远远超越了当时的科技水平 比如光纤 尤其是光纤技术的进步 这可能是最令人惊叹的部分 如果你不相信UFO技术 或者你不相信我们是从外星科技中获得的光纤技术 那么你可能不知道有一位 这位置是光纤的 一位置于苍迪亚实验室的材料科学家 他多年前写过一本书 详细介绍了这个过程 他说 如果我们没有在1950年 确切时间不确定得到光纤技术 并且政府在研究了十年后才决定将其公开 我们可能要到七十年代 甚至八十年代才能自己开发出来 因为用于光纤的特定材料是我们从未想到的 我们曾经尝试过 但最终放弃了 认为它不会奏效 但后来我们对它进行了不同的改建 一旦我们从政府那里得到了这种材料 我们意识到 哇 我们一开始其实是对的 只需要进行一些微调 然后我们发现它还能传输频率 完全正确 你还可以分享哪些其他技术 还有很多其他技术 但它们大多数可能仍然属于机密 比如能量武器系统 远程通讯设备 声音装置等 比如一些小型设备 可以插在耳朵里 你能够于一百英里外的人进行通讯 这怎么可能实现 它确实可以实现 我们拥有这种技术 它来自外星人 这是我能透露的全部信息 太迷人了 科索尔上校书中提到的那个怪异桌真的存在吗 是的 那是什么样子的 科索尔的书几乎完全属实 它有些内容依赖别人撰写 因此它错了一点 比如书中提到外星人遗体运送到其他基地是不准确的 但书中其他的内容基本都是真实的 我认为很多私营企业中的人也曾说过 科索尔的书是准确的 那谁负责这个怪异桌 能透露更多关于它运作方式的信息吗 怪异桌的任务之一就是从世界各地收集信息 因为CNA在几乎每个国家都有站点 有时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都有情报站 这些情报被送回这个桌子 然后由一个人分析 再将信息发送给科技与研究办公室 科学情报办公室 或者其他部门 有时会被送到洛斯阿拉莫斯或者桑迪亚实验室 让他们去解读这些我们收集到的资料 这种情报是如何处理的 是不是由一个人负责 还是各个政府 机构和公司之间的协作 来决定谁得到哪些信息 我只知道其中的一部分 我知道曾有一段时间 CIA的罗乃德·潘多尔菲负责过怪异桌 在他之前 有一个叫克莱因的人 他也是CIA的员工 他曾经管理过一个规模最大的怪异桌 因为他是CIA有关UFO活动行动计划的关键人物 他后来退休了 但并不介意坐下来和你聊怪异桌的事情 每一个在世界各地发生的 由CIA站点报告回来的奇异 不解的事件都通过了他的桌子 他向我们讲述了一些字面上难以置信的事情 比如什么 比如人们当着面消失 确确实实地消失了 在冷战时期的一个东欧国家 我不会透露这个国家的名字 那也是在冷战时期 发生的一次行动中 有CIA特工在那个地区进行某种监视活动 与此同时 在那个地点还发生了远程观测 这个任务高度机密 我希望现在已经不再是机密了 但如果仍然是机密的话 我肯定会听到相关的消息 在这段时间里 两个人在一片田野里 CIA特工们看到附近有UFO 但并不是直接在这两个人上方 当那个UFO飞过时 这两个人消失了 这个过程被摄像机拍到了 当时用的是什么设备 我记不清了 可能是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常用的录像设备 这一切被记录了下来 带着录像回到了总部 你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谁能解释人是怎么消失的 他们上前查看过周围的区域 确实没有发现人 那两个人彻底消失了 这不是戏法 也不是幻觉 他们的确消失了 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那么结论是什么 他们是如何被光束传送走的 他们告诉你了什么 克莱茵先生说 他们推测UFO上有某种设备 可以让人类实现物质化和非物质化 再将他们传送上飞船 然后在其他地方重新物质化 虽然他们从未见到这些人再次出现 但飞船肯定具备这种技术 在六十年代末 这种技术超出了我们的理解 但激起了CIA和科学家的兴趣 录像被送到了怪异桌 然后分发给洛斯阿拉莫斯 桑迪亚实验室等不同机构 要求他们研究如何实现这种现象 当然当时的科学家们只能感叹 虽然可能能让物体非物质化 但重新组合原则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没有人能给出何理的解释 最让他感到惊奇的事件是什么 人类消失 这种现象是他认为最无法解释的 除此之外 还有另一起发生在土耳其北部的事件 这是冷战时期 那里有一个监听站 正好在土耳其和苏联边境 某天晚上他们看到一个飞行物体 于是开始拍摄 那个物体从苏联飞入了土耳其领空 土耳其或美国的战机 我不确定是哪方的战机 以及进入戒备状态 并起飞拦截 而且我记得那时是F4战机 从土耳其某个基地出发 飞向那个不明飞行物 当F4战机接近时 飞行物突然消失了 那是隐形设备吗 飞行员看到了吗 是的 飞行员看到了 给出了高度和方位 我听过飞行员的录音 突然他们说 不明飞行物消失了 指挥中心问地面控制中心是否看到了 回答是没有 问雷达上是否显示 答案也是没有 当时他们猜测 可能是苏联的秘密武器 但我们也不确定 克莱茵先生说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现在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 公布了滴答堂等视频 这些飞行器是什么 你有关于他们的任何信息吗 目前有很多猜测 有些人说 尼米兹号上的事件 是美国海军策划的心理战 因为航母上的战机都没有武装 这不太可能 也不符合常理 有个家伙前段时间出来说 那是一次测试 他们在测试船员的反应 那些飞行物 其实是高度先进的无人机 但另一方面 有船员坚称这是不真实的 我并没有亲历 我不知道 但我相信这些船员的说法 我和飞行员交谈过 也和作战警戒 控制中心的士兵聊过 他们解释说 不可能是一次计划好的行动 否则他们会知道的 船长不可能被欺骗 事件不像是那样安排的 我不知道这些视频背后的真相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服役的时间之后 但我知道 在我的服役时期 我们确实有类似的测试 尤其是在核武器储存区附近 那里有一支特殊的小组 负责试图渗透和飞越这些区域 这些测试大约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进行的 我对他们有一些了解 在核武器储存区域发生的任何破坏事件 都是优先级最高的 我们必须确保核武器的安全 因此 如果在这些区域发生了事故 我们一定会被通知并展开调查 在每次测试之前 我们也会提前被告知 像是下周二将在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 或缅因州的核武器储存区 进行某些活动 测试一些技术 一些飞行器 然后测试会进行 安全部门会拉响警报 但五角大楼和总部都知道这是测试 而我们也清楚这一点 所以 我不会排除尼米兹号上的事件是某种测试 至于发生在大西洋上的螺丝附号事件 哪更加复杂 而且那些飞机是带有武器的 因此 罗斯福号的目击情况 与尼米兹号的不同 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 罗斯福号的事件是真实的外星技术展示 那么 你认为这些是未被承认的技术 还是外星人 我个人认为这些是某些未公开的技术 但其他军事部门不知道 这是一次测试 我个人持这样的观点 我也相信 我想是他们做了很多这样的测试 但员工不确定确切的知道 有很多不寻常的情况发生 比如 尼米兹号上的飞机没有配备武器 就像是为以防万一 就像是为以防万一 我知道有些人说这是测试 而另一些人则否认 但我相信这是有意安排的 而且 正如某位飞行员提到的 这些不明飞行物并没有威胁航母的安全 整个舰队 包括八到九艘护卫舰和一艘潜艇 都是为了保护航母 因为海军上架就在那艘航母上 但是 这些不明飞行物从未对航母构成任何威胁 那么你对埃里克戴维斯说 这些飞船不是地球的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 他可能知道的比我多 也许他掌握了更多信息 或者某种信息误导行动 如你所言 可能是虚假信息的一部分 当某个高层人物暗指是外星飞行器时 他可能再保护一些我们正在测试的秘密 比如新的无人机计划 我们确实有这样的项目 那些无人机能够做到超音速 反重力飞行 在我的时代 我们也会试图让你相信 那是UFO 而实际上那可能是F117战斗机 812项目 Orora计划 或者某种秘密无人机计划 我们在80年代就已经有这样的项目了 谢谢你再次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很荣幸 我是埃莫里史密斯 下次再见